這個盤子裡有四個問題 分別是你們每人當年都答過的問題 但是現在把它大撈亂 你們每人抽一個 可能未必抽到自己當年答過的問題 你們先抽一個 是你自己的?不是嗎? 對, 抽回… 我是抽回自己那年雙盆答過的問題 你男朋友鹿永對你很好 不過他雖然有一群豬貧狗友 令你很不高興 你希望他跟他們絕交 你怎麼跟他說? 你不如多找他玩吧 有意退為主? 對, 你不如多找他玩 有時候我很鼓勵朋友之間的互聯 例如晚上也不要找我 晚上一起來打球或一起打遊戲機 有空的時候也不要叫我 有什麼時候也不要找我 我覺得這些時候找兄弟就最好了 好…現在讓你再回答 你會否回答當年同樣的答案? 其實我也會覺得當年同樣的答案不差 對, 要有自信心 不過現在可以試試一些新方式再回答 嘗試從他的角度出發 就是… 你的朋友呢 我覺得他們都很友善 很好 你知道嗎? 我知道你們很友善 他跟我更友善 原來有時候可能你不知道 但他們會私底下找我 又會私底下表示 其實他們都替你高興 因為覺得你找到一個很好的女朋友 還說如果我是他女朋友 他就能撿到 他就覺得很幸運、很開心 所以他們的朋友真的很友善 搞得我也想和你的朋友做朋友 隨時我覺得比起你 我和他們更加友善 更加親近 好, 很有趣 很有趣 我當女男朋友馬上把她的朋友 這個真的不錯 好厲害… 你一直想到這樣都能想到 他真的很聰明 要有一點從他的心態出發 會比較好 一定可以 我告訴你, 你男朋友一聲 聽著就好 是嗎? 如果他這樣還是跟一群豬騰狗有 那他真是一個選友 你也要跟他分手 我也可以再提醒他 或者他真的不太喜歡你 他喜歡你去給朋友 或者他跟你的女朋友也有朋友 很害怕 這個問題很好玩 我延續下去… 好了, 豬豬, 你抽到了嗎 我還是抽到自己當年那一條 女人有三種東西很怕 她又怕老、又怕窮 又怕孤獨, 即是沒有朋友 你最怕哪一種呢 我覺得我三種東西都不怕 因為窮可以賺錢 我知道你準備回答 孤獨也無所謂, 慢慢認識 孤獨代表女強人 老, 我覺得現在科技很發達 很先進 有很多化妝品可以補妝 好, 算了, 當你拍時了 有三種東西你都不拍, 那你拍甚麼 你拍甚麼 說笑, 說笑而已 現在最怕沒有公開 沒有公開就很糟糕了 大家都知道之前疫情 其實我們也停了一段 所以希望可以來到 大家也可以更多工作 我現在最怕就是沒有工作 你不就是怕窮 對, 當中有些東西 就是怕窮, 是嗎? 窮又不至於, 沒到窮 但是沒有工作, 大家又會忘記你 好… 希望可以在電視機前面 讓大家看到 好, 讓你兜得回 謝謝… 依婷呢? 不是我自己的 我們倆交換了 我們交換了, 先說一說問題 最近多倫多做了一個研究 他說越小說謊 越大就容易出人頭地 真是研究 你覺得這樣 應不應該鼓勵小孩子說謊呢? 我覺得這件事應該恩財私教 因為有可能他這個研究的小朋友 為甚麼會更厲害 因為他本身天之聰明 所以他們懂得說謊 亦都經過說謊 令他的腦部發展更加快 但如果有些本身是可能 肢質比較差 如果你教他說謊的話 他可能真的會學壞 就像智慧一樣 他肢質又是不合… 不要教他說謊 我從來不說謊, 你不用看著我 但智慧不是小朋友 他高度像小朋友 我高度像小朋友 看你看我的眼光就知道 你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 我不會 因為如果那個是我的小朋友 我不需要他出人頭地 我只希望他做一個正直、善良 開心的人生就對了 所以我覺得 無論是不好的謊話 還是善意的謊言, 也不要說 因為有時候可能說錯話 但你的心是善良 人家可能還覺得你很可愛 對吧? 對 如果有一個人 其實他不懂得說謊 你知道他很直、很善良 他說錯話, 你說 你真的很可愛 好…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是 做一個善良的人, 開心就對了 一個大方得體的示範 大方得體的示範 還要放下包袱 對, 我看到他很重 又被氣座了 不是, 他是最新的 對, 他是最新的 我覺得鼓勵小朋友說謊 真不合格 對… 這樣說, 做他小朋友會很幸福 好…到Sammy Sammy, 你的問題呢? 這是依庭的題目 如果你被外星人捉了 你會如何勸他放你離開 如果我被外星人捉了的話 我想我會跟他說 我是宇宙警察 我捉了他? 我在地球上進行秘密的間諜任務 如果你不放我走 我會告你阻差發工 這樣嗎? 但有點害怕 不是害怕 香港小姐怎麼會說大話 你還說宇宙的謊話? 有甚麼謊話大多於宇宙的謊話? 對, 因為你情況危急 為了自己安全 也要說一些善意的謊言 首先, 我會跟外星人說 要派到你來捉我這個人 證明這些下難的工作 我會說你們的星球不夠勞動人口 為何會派這麼尊貴的你來捉我 這麼差的人呢? 所以你應該放我回去 我幫你宣傳你們的星球 我相信在地球 起碼有幾億人會上來 做你們的兵 給你們指使 那你就可以放鬆很多 這個答案很不錯 她從她的角度出發想 是在那邊幫她 對 從這裡偷師回來 她打算幫外星人收入地球 對, 還推銷她 另一個好的方法 就是可以… 是一個好的槍士的人才 不是一個槍士的人才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